古代犯罪实录 枯井无头暗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清朝顺治十五年的秋天 即公元1658年10月20日中午 山东自川县内 县令屈为同政府在暗基上写字 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击鼓之声 他赶忙停下手中的笔 便对书丽说道 你去看看是什么人在喊冤呢 书丽得令后 立刻出了门 不大一会儿 便捧着一份诉状走了进来 身后还领着一个村民 只见书丽向屈大人禀报 大人 他要告状 书丽旋即将手上的状子递给了屈为同 屈为同接过状子瞅了一眼 目光又在那个人身上扫掠而过 说道 你说你要告邻居王根宝 那个人慌忙跪了下来 诚惶诚恐道 是啊 小人状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王根宝前夜杀了一个路过的商客 并将这尸体推入村外南山的枯井之中了 恳求大人明察 尽快惩治王根宝的罪行 追回被抢劫的钱财 为死者申冤了 这人一席话说的那是正气凛然 言辞恳切 屈为同又将目光在那张状纸上扫了一遍 可顿时一斗丛生 这王根宝半夜杀了人 你是如何知道的 是他亲口告诉小人的 那人抬起头又说道 是这样的 王根宝昨日在我们面前 说他抢了一个负伤 并且将其杀害扔到了枯井之中 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非常认真 而且还摸出了两定元宝 元宝小人看得是清清楚楚的 他王根宝一个穷人 又从什么地方来的钱呢 小人断定这钱一定是他抢负伤的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 杀了人还到处宣扬 那岂不是等着被抓吗 屈为同笑了笑 看向报案的人 行 你起来吧 你叫什么名字 哦 小人名叫胡三 这人一边说话 一边站了起来 小人从来不敢撒谎的 还请大老爷明察 屈为同点了点头 不 不过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本官定然会派人去调查的 你先回去吧 代报案人离去后 屈为同对书立说道 走 带上几个人 随我去他所说郊外的那口枯井看看 再把五座和蒋谷头也一同带上 很快 屈为同就带人来到了 那人所在的村庄 这是山东极为普通的一个农家村落 大多是土坯草房 在那个年代 青砖大瓦房甚少 如此一看 屈为同顿时明白过来 这个村子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大约有80%的百姓 还在贫困县以下苦苦挣扎 屈为同观察了一下地势 发现这个村子并未处在交通要道上 平时很少有人路过 他不禁心想 就这么个地方 为何会有一个富商从此经过 难道他是这附近的村民 一边思考着 屈为同便带着人来到了报案人所说的那口枯井前 看上去 那口枯井已经废弃许久 甚至井边上用于取水的绳索都已拂袖 大家找来东西往里面试探 想看看里面是否有尸体 屈为同对带来的几个牙医说道 于是几名牙医找来东西试探后发现 哎 里面果真有尸体 于是便准备下井打捞 其中一个身材教授的牙医负责下井 他慢慢地下到井里后 便将绳索捆在尸体的腰上 让上面的人拉上去 可这拉上来之后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是一句无头难尸 这时 武座上前对难尸进行了勘验 最后对屈为同说道 屈大人 尸体上有捆绑的痕迹 脖子上有烂痕 还有刀痕 都很明显 应该是凶犯先将死者勒死 又用刀切断了他的头颅 屈为同认真的听着武座对尸体的分析 脑子里一边思索着 如何办理这起案子 尸体检验完毕 屈知府决定当即提审王根宝 于是 一行人来到了王根宝的家里 屈为同见王根宝年纪不过二十来岁 身上衣物齐整 还穿着丝绸砍肩 在那些身着粗布麻衣的民众当中 可谓是鹤立鸡群 单从穿着判断 这个王根宝应当是较为富有的人 把他带走 屈为同朝手下人摆了摆手 即刻便有两名牙医上前 一把按住了王根宝 王根宝吓得大呼小叫起来 冤枉啊大人 青天白日的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 我犯了什么法呀 你犯了什么法 到衙门里自有论断 蒋补头呵斥了他一句 而后带着衙衣们朝衙门而去 屈为同注意到 王根宝家里是三间大瓦房 在村里属于富裕户 但他又想 真正的妇人 不会到处炫耀自己有多么富有 更不会处处去漏富 那他既然如此爱下半 实际上应该就是个一瓶子布满 半瓶子晃荡的主案 你说他有钱吧 也拿不出多少钱来 你说他没钱吧 他还能穿得起一身好衣裳 家里也盖上了瓦房 想着想着就回到了衙门里 王根宝跪在地上 十分不解地问道 大老爷 请问小民犯的是什么法 要被您抓到大堂上来 徐维同便将胡三写的那张壮纸 扔到了他的面前 道 你自己好好看看自己干的好事吧 你最好老实交代 本官或许会从轻发落 王根宝便将壮纸上的字浏览了一遍 突然笑了起来 这 大人 您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吧 我那天喝醉了酒 胡说八道的 谁知道胡三那孙子居然当真了 还跑到衙门里来告状 这也太可笑了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 屈维同生气的一拍荆堂木 好你个王根宝 公堂至上 岂容你放肆 城南窟井里已经捞出了无头难尸 你还不从十招来 听到城南窟井里真的捞出了一句无头难尸 王根宝也是大吃一惊 他立刻说道 小 小人从十招来 但小人绝对不是杀人犯呢 原来这个王根宝有个毛病 就是爱吹牛 尤其是在喝醉了酒之后 更是如此 这天 他又喝了个半醉 迷迷糊糊的来到村口卖场上的大树下 那树下有许多乘凉的村民 王根宝就跟那些人又吹上了 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手上有钱 还能再买地再造几间大瓦房呢 到时候再多娶两房老婆 嘿嘿嘿 一向看他不顺眼的胡三 冷着脸说道 你这小子整天就瞎吹牛 你家就那点家底 谁还不知道啊 你也就盖得起三间大瓦房了 还说什么买房子买地 你哪来的钱 王根宝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 你啥意思 你就是瞧不起老子是吧 于是 他两眼一瞪 扬扬起来 谁他妈说我没钱的 我有的是钱 我昨天在路上遇到一个路过的客商 我看他拿着很重的行李 我又猜测那小子的包里 肯定装的都是金子银 于是我就把他给打劫了 然后把他推到了城南的枯井里 不信你们去看看呢 他一边说着 一边还从怀里摸出一个荷包来 哎呦 那荷包里竟然真的装了两个银元宝 你们看看 这不是钱 这是啥 难道是石头啊 成梁的人看了那两定银元之后 眼睛都看直了 不少人也投去了羡慕的目光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胡三本来就嫉妒王根宝比自己有钱 现在又听说他谋害了别人 获取了不义之财 心中一阵窃喜 太好了 他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发财机会 只要自己检举了这个家伙 嘿嘿 说不定官府还会给自己一些赏银呢 于是这胡三回家 便连夜写了一封状子 次日就来到县衙告状了 他满心欢喜 以为县太爷会给他诸多赏银 可这只县太爷竟然封门未给 还亲自带人前来查案 再说这县太爷找到尸体后 连同报案的胡三一起捆到了衙门里 此时胡三满心委屈 我说是我报的案 不给点赏银也就罢了 还把我一同捆到县衙里来 你们这是几个意思啊 胡三在大堂上瑟瑟发抖 不知县太爷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这时 王根宝也哆哆嗦嗦地说出了 自己那天吹牛的经历 脸上不断滴落着痘大的汗珠子 我 我本来是信口胡说的 谁知那南山枯井里 竟真有句无头死尸 我要知道有这回事才不吹牛呢 仙太爷就问他 好 既然你说你没有杀人 那你说一下 你这银元宝是从何而来 王根宝两手一摊 急忙申辩道 钱 钱是我妹夫给我的 我妹夫说要买田地 让我做个中间人 给他介绍一下谁家要卖田产 银子暂时存放在我这里 算是定金 当然想必你们也是去过我家了吧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啊 只不过当时拿到钱后 我这心里就高兴 就想显摆一下而已 既然他提到了他的妹夫 那么自然就要把这位重要证人 传唤上堂了 王根宝的妹夫是邻村的 名字叫邓西昌 邓西昌一听说大舅子 因为自己的一点钱被人家告上衙门 着实吃惊不小 当衙门传唤他时 他也是二话没说就跟着到了堂上 邓西昌跪在地上 如实地说着 那个 我确实是想在大舅哥他们村里买快递 那天我把大舅哥请到我家里 就是去商量这件事的 如果事情成了 这两定银元宝就是定金 对了 当天晚上我夫人还炒了几个菜 团带大舅哥呢 我们俩当时也是喝了个一醉方休 从妹妹家里回来后 王根宝就来到了村里的空地上 正好看到一帮人在那里乘凉 于是借着酒进 他就去向众人吹牛 刚好怀里还揣着两定银元宝 便有了吹牛的资本 不容众人不信 接着 为了避免这是一家子的串锅 于是区之县又询问了 他们村里要卖田地的人 确认了王根宝就是两人之间的中间人 之后这还不算完 区之县又派人核对了王根宝所讲的时间地点 以及所有见过王根宝的人证 这才洗清了王根宝的嫌疑 这王根宝他不是嫌疑人 不是真凶 要杀害了那无头男尸的人又会是谁 为何就这么凑巧的在井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最后 区维同让人将无头尸带回了衙门 并派人看守起来 虽然说王根宝和胡三的嫌疑被排除了 但是区之县并没有将他们放走 而是对外宣称证据不足 将两人一起压到了牢房先关了起来 这两人直呼冤枉啊 他们并不明白 这件老爷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都洗清嫌疑了还要被关押着 一时之间都很慌 其实 区维同将这两个人关押在牢房里 是另有用意的 因为他觉得这事情不会这么凑巧 从那无名死尸身上被人捆绑着的痕迹来看 这应该不是一个人所为 而且他身上的衣服很破旧 不像是有钱人 死者虽然没有头颅 但是身体很胖 区维同就判断 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这个人扔到井里去的 由此看来 作案者很可能是两个甚至更多 为今之计也只能先找到死者的头颅 才能确定死者的身份 区维同经过左思右想 决定在县城及乡下各村庄里张贴认识告示 其内容如下 其一 若死者家属前来认识 赏银三两 其二 知晓死者是谁病到衙门会报者 赏银五两 其三 若谁知晓死者头颅下落 赏银十两 其四 携带死者头颅前来献牙者 赏银二十两 俗话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告示张贴的第二天 好家伙 那些前来牙们提供消息的民众 就如同见了什么的苍蝇一般 嗡嗡嗡的蜂拥而至 不言而喻 他们都是为了赏银而来 然而 这些人都没领到银子 每人反倒领了五个嘴巴子 你以为这些老爷是没脑子的白痴吗 赏银哪有那么好领 即便如此 第二天 衙门里又来了一个零赏银的人 这回不是撞死的苍蝇了 而是一个长相俊美 身姿妖娆的小娘子 只见那小娘子 淒淒爱爱的来到衙门里 声称自己就是死者的家属 徐维同当即询问他道 你说死者是你的丈夫 你如何这般确定 小娘子回答 我丈夫名叫何道锋 此前向别人借了数百两银子去做生意 可如今仍未回来 昨天我听牙医们说有人被杀 凶手取走了被害人身上的银两 我这才想起了我家相公 特此前来认识 还请大老爷为我夫报仇 杀了那贼人王根宝 追回我夫的银子 一边说着 一边跪了下来 原来如此 徐维同听他提到了银两 心里便也明白了七八分 知道他是为钱而来 于是又说道 那枯井里发现的死尸 恐怕未必就是你丈夫吧 少傅则开始讲述自己丈夫的特征 体貌和穿着 我丈夫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枯井之中的死尸 一定就是我的丈夫了 还请老爷为我做主啊 徐维同听了这话 心里又明白了几分 好吧 既然你说他是你丈夫 那那我就带你去认诗吧 说完就让人带着少傅去了停尸房 那少傅远远地看了一眼 点头说道 不错 就是我丈夫 我可怜的夫君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哀嚎起来 哀嚎了半天 却不见落下一滴泪来 只是一阵阵的干嚎 屈维同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上前说道 夫人也不必难过了 真凶如今已经被抓获 只是这尸体还没有头颅 不能算个全尸 这样吧 你先把尸首领回去安葬了 待我们找到头颅之后 再将凶犯定罪 然后将头颅归还于你 到时候查抄凶手的产业 来补偿你的损失 你看如何 他说完又让牙医赏给了这女子三两银子 然后又吩咐捕头 把尸体给这女子送回了家 送走了来认领尸体的小娘子 屈维同当即又提审了王根宝 大堂之上 他呵斥道 王根宝 本官命你赶紧把死者的头颅找到 若是明天找不到死者的头颅 本官就打断你的腿 哎哟 王根宝吓懵了 跪在地上直哆嗦 大老爷请您息怒 小人是真的没有杀他啊 我 我 我如何去找头颅啊 本官不管 本官给你一天的时间 找不到那颗头颅 就拿你是问 屈维同说完 让人把王根宝带了下去 王根宝这心里委屈啊 不就是吹了一句牛吗 合着还赖上我了 大老爷明明已经很清楚 我不是杀人犯了 为何还让我去找头 我 我 我找个头 我找找头 他心里一肚子的问号 却没人回答 俩人们压着他四处寻找了一天 还是没找到头颅 王根宝跪在大堂上 浑身抖得像筛康一样 生怕县老爷一生气 真把他的腿给打折了 他不断哀嚎 求大老爷开恩 说自己确实没找到头颅 自己不是杀人犯啊 王根宝的话还没说完 屈为童就打断了他 屈为童说 来人 把刑具拿上来 王根宝一听 两腿一软就摊在了地上 他没想到的是 牙医们把刑具拿上来后 县官大老爷却没有对他用心 只见他坐在堂上 对牙医吩咐着 去把昨夜来认识的少妇请来 说要让他来看看 不多时 牙医们便将那少妇带到了堂上 屈为童一拍荆堂幕 大声说 大胆王根宝 你杀人劫财天理难容 那天晚上 想必是你匆匆忙忙的 把尸体扛到了枯尽 头颅坠落在路上了 你为什么不去仔细寻找 王根宝赶紧说 小人恳请县太爷宽限几天 小人一定仔细寻找 县太爷见他如此说 就同意多给他几天时间 这时屈为童又转头 对少妇说 你有几个孩子 少妇回答说 没有孩子 徐支县又问 那你父母可在 或者还有什么亲戚吗 少妇说 我父母双亡 如今孤苦一人 徐支县长叹一声胆慨道 哎 想不到夫人身世如此可怜哪 年纪轻轻变丧夫 你如此孤苦伶仃的 将来该如何谋生啊 这里人听了支县的话 不由悲从中来 持生痛哭起来 徐支县接着又说 夫人 你看现在呀 这王根宝的杀人之罪已经确定了 只要能够找到你相公的头颅 那就可以结案了 你也可以重新嫁人了 你说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 确实不是和老师这样抛头露面 多谢青天大老爷 少妇感激涕灵 磕头谢恩 然后离开了公堂 这时跪在堂下的王根宝 则下出了一脑门冷汗 他说 大人 小人真是冤枉的 您知道 前几天您不是知道 小人并没有杀人吗 徐维同则走到他的身边笑了笑 一把将他给搀扶了起来 说 本官当然知道你是清白的 本官又不是没脑子 来人 把他送到牢房里 接着关押着 王根宝一头雾水 又被两个牙医给压了下去 不过接下来 屈指县并没有再让王根宝 去找那颗头颅 而是让其他的人代替他去寻找 并且发动了所有的村民 一起去寻找 还把堂上跟少妇说的话 有意无意地让牙医们 散播了出去 这一下子 很快就有人送来了死者的头颅 这天上午 屈指县坐在桌前喝茶 呼听外边有牙医前来报告 说有人提头来见 屈指县立刻对牙医说 好 你再去把那个少妇请来 让他来辨认死者的头颅 小牙医离开之后 送头的人便走到了堂中 只见那人长得浓眉大眼 身材高挑 不胖不瘦 倒是一副好皮囊 他见了屈指县之后 立刻上前跪拜 说 小人冯之礼叩见大人 屈指县问冯之礼说 这个头颅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冯之礼说 这是小人在田里无意间发现的 屈指县说 很好 这样案子马上就能结了 话音刚落 少妇便赶了过来 于是屈指县就指着 冯之礼送来的那颗人头 让少妇辨认 屈指县说 你看看吧 这可是你家相公的头颅啊 少妇只是看了一眼 便双手捂住了面颊 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哭着说 对 正是 徐之县说 很好 既然这是你丈夫 你就把头带回去 同师体一起安葬了吧 转头又看向冯之礼说 冯公子 既然官府里已经张贴了榜文 说要给你赏银 那当然不是空口白话 本官已经让人去给你准备好了二十两银子 你拿去吧 说完 让人便把银子送到了冯之礼面前 冯之礼拿着银子高高兴兴的就离开了 虚伪同见那人离开之后 又对少妇说 如今这案子已经破了 也可以将凶手王根宝 你定为斩行了 不过这死刑之案 必须得上报圣上 他老人家下了命令之后 才能够秋后问斩 而且今天秋天马上要过完了 就算下了命令 恐怕也只能等来年秋天了 对了 还有 本官之前答应你 说要没收凶手的财产 此时还得需要经过圣上的裁决 没有圣上的裁决 本官是没有权利把凶手的财产变卖的 也不能够给你赔偿 如今你孤身一人 自己又没有谋生的本领 又没有钱财 你以后将如何度日 本官的捉鉴 你还是赶快嫁人吧 少傅听了此言格外感动 连连点头 他说 多谢青天大老爷为民父做主啊 须美同接着又说 罢了罢了 现在案子已经结了 以后再也不会有你什么事了 如果上面批国重审 或者是圣上勾掘 本官再找你就是了 虽然这法律规定 妇女是可以上公堂的 但是你毕竟是个年纪轻轻的寡妇 抛头露面始终不是什么好事 谢谢青天大老爷再造之恩 少傅说着便归在地上 结结实实地给屈为同扣了一个头 屈为同将他给扶了起来 说 为民做主是本官该做的事 你不必言谢 如果有人要迎娶你 你必须告诉本官 到时候有本官来为你们做主 给你们证婚 说完便让衙衣们将这妇女送了回去 可是仅仅过了七天的时间 这少傅便让人禀报说有人要迎娶他 而迎娶他的人 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 对 猜得没错 迎娶他的人 就是当日找到头颅的那位冯之礼冯公子 屈为同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他说 来人 把这二人缉拿归案 来一问立刻将那少傅和冯公子一起带上了糖 那少傅一脸的春风得意 而他身旁的那位公子也笑得很是得意 屈为同怒从心中来 猛地一拍荆堂木 说 好个杀人凶手 给我跪下 原本春风得意的二人 一见大老爷生气了 顿时慌了神 但是呢 冯公子却很快地镇定下来 他说 大老爷不是已经审出凶手了吗 那凶手便是王根宝了 怎么现在对着堂下二人换作凶手 大人 你这是何意啊 屈为同严厉地喝道 真凶分明就是你二人 现在却诬赖他人 该当何罪 逢之礼不服气 他反问道 你又是如何知道杀人凶手是另有其人的呢 那日你这妇人来县衙认识 还未曾见到尸首 他便已经描绘出了尸首的样貌以及穿着 很显然你是知道内情的 所以本官让你先去认识 而你却不敢走进棺材 这就说明你心中有愧 害怕你丈夫的冤魂不会放过你 是也不是 还有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银两 但是这尸体他破衣烂衫的 又哪里来的银两 你说你丈夫的钱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但是却又说不出是找谁借的 并且你分明就知道王根宝手上 有两定银元宝 很显然你是想将那些钱据为己有 本官可有说错 那妇人听了屈维彤的话 顿时就变了脸色 身子一软便瘫在了地上 屈维彤则接着说 你本人已经杀害了丈夫 还想趁机谋得一笔不义之财 显出了你的贪得无厌 而本官答应你结案之后 就允许你嫁人 但见你喜情余色 本案当即就判断出来 你早已经有了心仪之人 而这个人必定就是你的同谋 接着为了尽快结案 你就让那心仪之人 冯之礼献出那颗头颅 为什么数百名村民都在找头颅 始终找不到 而冯之礼却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头颅给找到了 原因很简单 头颅就是被他掩埋的 本官打赏了他二十两银子 让他以为本官当时没有猜到你们之间的奸情 这便是本官的欲擒故纵之计 你们二人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这才等了七日 竟敢前来送婚状 你们这不是上门来领罪找死吗 如今铁证如山 还是你们把二人如何谋杀你丈夫的事情 速速讲出来 免得本官大行伺候 二人听了县令的分析 脸上不由的面如死灰 更害怕他们用刑 便很快地交代了作案过程 原来这少妇和逢之礼偷情已非一日 这少妇生得美丽 自然不甘心伪身于相貌丑陋的何道风 于是他认识了人母狗样的逢之礼 之后便对他一见倾心 自认为只有逢公子这般模样 才能够配得上自己 二人一来二去的就勾搭成奸了 这时老是芭蕉的何道风 最后在村民的议论声中 得知了妻子居然背着他偷人 回家之后 就勃然大怒将妻子狠狠地揍了一顿 从那天起 他便将妻子严加看管起来 禁止他跨出大门一步 否则便是一顿拳打脚踢 肩肤见不到情妇 心里边就是白爪挠心 他听说何道风有一个爱好 贪财 这叫啥爱好呀 其实我也贪财 不是 不但贪财还怕死呢 于是冯之礼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天晚上 冯之礼就拎了几瓶好酒 又揣了几两银子 来到何道风家里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何道风一打开门 一看是这小子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怒道 好小子 你还敢来我家 说着就要拿东西砸他 可冯之礼马上就舔着脸说 嘿嘿 何大哥 你先不要生气啊 我今天呢 是有事来找你商量的 冯之礼说着 又把手上的好酒递了过去 陪着笑继续说道 小弟知道哥哥喜欢喝酒 特意从酒坊里 打了两坛十八年的女儿红 来孝敬哥哥 从前是小弟的不对 还望哥哥原谅 俗话说伸手不打孝脸人呢 何道风接过酒 他居然就原谅了这个 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男人 不过也是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还得戴点绿 这酒没菜也不是个事儿 何道风就让媳妇下厨整了几道菜 于是这俩好哥们儿就坐到了桌子前 一边喝酒一边商谈所谓的大事儿 冯之礼端起面前的酒杯饮了一口 说 我敬哥哥一杯 何道风瞪了他一眼 说 有事就说 有屁就放 别默默计计的 冯之礼说 是这样的 我今天呢 是想让何大哥成全我和翠之而来的 何道风猛地将酒杯砸到了桌子上 说 抹了个蛋的 你俩刚才居然还敢在老子面前眉来眼去 失可忍孰不可忍 他又怒道 你这小子是想骑到老子头上来拉试试的 只要我活着是不可能成全你们的 说着一把就拽过冯之礼的衣领就要揍他 可就在此时 冯之礼就跟变戏法似的 从怀里掏出一定银子来 何道风看见那定银子 顿时两眼放光 何道风说 我明白了 你是要我卖期给你 行 这也不是不可疑 但是你给的钱太少了 我家翠之涨得那么漂亮 怎么也得值个一百两银子吧 冯之礼说 我是诚心跟你讲这件事的 哥哥不要消遣我呀 哥哥若真心想卖他 嗯 就说个我能接受的价格可好 冯之礼诚恳地说着 何道风听了后笑了笑 说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就不真心了 我说的也是诚恳的话 价格就是一百两 谢绝还价 这时冯之礼也笑了 说 不是的 我说老哥哥 这立春院里的头牌赎身价格 也不过八十两呢 哥哥 你这个价格开得实在太高了 如果你觉得翠之 比得过立春院里的头牌 那就按八十两如何 何道风居然是风门不让 冯之礼他哪来这么多钱 于是就跟何道风二人吵了起来 冯之礼回忆着说 我当时心里很气 见他死活不肯让价 于是便趁他不备 把他按到了土炕上 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他 让他把价格退到我说的那个价位 可是他却死活不干 就算我把他按到炕上之后 他还是不肯让步 这个时候翠之剑我们扭打了起来 于是就急忙找来了绳索 走过来勒住了何道风的脖子 何道风刚才是因为喝了酒 瞬间就不能动弹了 于是我就趁机抽身 又拿了一块抹布堵住了他的嘴 再然后我就乐住他 我想逼迫他把翠之低价卖给我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翠之却说 你已经将他给制服了 那你留着他还干啥呀 即便是他现在答应了你的话 那你放了他 他立马就反悔了 还有什么用啊 万一以后他要再以此要挟你的话 甚至将你告到官府里边去 那时候我们又该如何 我当时想了想 觉得翠之说的很有道理 与其日后被他抓住把柄 倒不如趁现在解决了他 于是我就双手用力把他给勒死了 再接着我就到厨房里找来了菜刀 用菜刀剁下了他的头 这时少傅翠之眼面哭泣 半场之后他才说 我前一天晚上刚好听到村里的王根宝 说他杀了一个人 把尸体扔到了南城的枯井里 于是我就跟冯公子 把和道锋的尸体扔到了那个枯井 我当时在想 就算以后官府真的找到了这具尸体 那不是刚好让王根宝来替罪吗 所以我们后来就不紧张了 这样他们两人就趁着夜深人静 抬着尸体来到了南山枯井 处理完尸体之后回到家里 缝织里又把头给包了起来 最后拿到一个偏僻的荒郊野地里面给掩埋了 这就是全部的过程 按照当时的大清历历是这样的 齐妻妾因坚同谋杀亲夫者 应该凌迟处死 奸夫处斩 如果杀人者奸夫一人 奸夫不知情 则二人一同被处以绞刑 而本案之中的少妇翠之 他不但是同谋还是主谋 最后落了一个凌迟处死的下场 而尖夫逢之里则被判斩首 就在尖夫淫妇落网的那一天 一直被关押着的王根宝和胡三 这才被无罪释放 也不知道这官府赔了他俩多少钱 反正就是挪到现在 肯定是有点赔偿的 对于他俩来说 不赔偿也好 就算长点记性吧 那位王根宝少吹点牛 胡三二别再眼红 对呀 看到别人有钱别再眼红 不管是炫富吹牛 还是眼红人家有钱 这些都不是好习惯 得改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